香港時間清晨四點 這一節英美時段 講Twitter 為什麼要講Twitter呢? 就是因為Twitter的前保安主管 就向美國司法部和證監會爆料 說Twitter有很多保安的問題 特別跟這些假用匯有關 沒有認真看待過假用匯的問題 或者一些外國國家滲透 其實Twitter的保安主管說的話是不意外的 它裡面有很多保安問題 我想不止是Twitter 它說了這個之後 我相信就算是Facebook 就算是YouTube 都有這個問題 這個也解釋到為什麼 那些中國員工可以為所欲為 而且這個是故意的 也解釋到為什麼有這麼多機械用戶 它說其中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Twitter有超過一萬個員工 擁有一些很高的保安資 其實這個很不正常 一萬個 一萬個 你現在就明白為什麼 在Facebook 這個 YouTube 有這麼多濫權的問題 譬如 如果你有一萬個員工 有這些高層資訊有什麼問題 首先 中國的員工 它有這個資訊 因為這些高層資訊有幾個最敏感 第一就是禁止別人 離開帳戶 以及將部分帳戶列入80單 Write List 這個做保安都知道 一定是這個理由 如果照Twitter的說法 有一萬個員工 它有這個Write 我相信有部分人 譬如中共指定的用戶 它是會在Write List上的 如果在Write List上 它就怎麼犯規矩都是無敵的 這個就很嚴重 就是 它犯任何規矩 它都還可以好神在在 不會被人剷刑 它不會被人禁言 你現在明白為什麼有些人 那我就會想問 有些五毛或者熱狗 是不是有這個Write Facebook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可能要這樣 可能最後是 證監或者美國司法部 要批評每一間公司 擁有這些高級的員工的數目 因為這個問題很嚴重 我也覺得不好思 但整萬個 這些高級的員工 應該不會太多 應該幾十個 但如果你說Twitter 整萬個就很可怕 這是第一 有多少人可以 你甚至 你甚至Google也有這個問題 Google 你聽聲音易得道 整天叫人按鈕 我沒事的 你永遠都不會有事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無故 我沒有粗口的片 又會被人黃標 還要是我在Facebook 剷完某些人之後 就出現這樣的黃標 那是不是因為 有些人有特權呢 而那些特權的特權集團 是什麼人呢 我很想知道 這個解釋不了 其實你見到很多護衛網 第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你究竟那些高資源的用戶 有多少人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你這些高資源的用戶 高級的用戶 的用戶 的背景深圳 你整班是中國員工的 那些人 是不是 我經常覺得 Google是很黑暗的 除非你真的跟Google很熟 否則你是不會知道 那些後面的所謂的 他經常說 我們會有一些專家 專家 專家 誰啊 他們是完全非常多的 這班人 你一群非常多的人 會先有全身的 這個是常識 只不過是常識 這是常識 但是現在很不幸 就是常識 而不是常識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 我覺得 現在是沒有妥善處 你說 Twitter這個假用問題 第一個 我覺得這個保安主管 所揭露的問題 對很多普通用戶未必明白 但是我們一做社交媒體 我們一聽這些說話 一聽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門了 你那些高層的資源 這班人是什麼人呢? 沒有accountability 不知道他什麼水 沒有背景審查 請那時候 又沒有背景審查 這班人 所以實在會有 別人的那些 譬如普京 習近平那些 滲透問題 一定會發生的 這個 這個不用說 所以你問我 這個第一個問題很嚴重 這個是美國司法部 要加入的 日後是不是要規定 所有這些社交媒體公司 的某些主管及人馬 是不必是美國國籍 甚至是一定要進行一定程度上的 品格審查 品格審查不是一般的 那些說 有沒有犯罪紀錄 那些 是你和中國的關係 你和俄國的關係 如果你和中國和俄國的關係 譬如陳樹 第一份工作 在上海神報做 即是上海市委的報紙做 你會不會相信他 你不會相信他 你一定不會相信他 就算現在Facebook有些事情 和我也是有一個 商討 你也不會相信他 你不會相信他 You can't build a trust with this guide 是這樣的 George Chan 你從George Chan 這個問題可以看到 我更何況 我覺得Google有更多一些 不明背景的事情 否則怎麼會賣這麼多中國廣告呢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假用戶問題 假用戶問題是一個證券欺詐來的 為什麼他會報到證監會呢 IT公司縱容假用戶 是有他的背景的 背景和他的股價有關的 這就是那些分析員傻白的結果來的 分析員不熟這項 不懂分析 怎麼會亂交 很多時候 尤其是IT公司剛剛開始那時候 那些什麼A輪投資 B輪投資 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會問你 有多少用戶 那你為了證明自己很值錢 在廣告商面前也好 在那些投資者面前也好 你就會作大用戶 那你有什麼方法作大用戶 又不用錢 就有得中國俄國那些假用戶的玩家 不斷散戶口 散戶口 散戶口對公司來說 那些人說要資源 但是問題是對公司來說 那些公司管理層 在資金裡面得到的錢 一定是多過公司的成本 那我怎麼做 因為怎麼維持IT公司的員工 這麼奢華的福利 就是那些IT公司很混賤 外判那些就很 那些作用很悲慘的 問題就是你知道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這些 他裡面的員工飯堂那些 或者他裡面的員工設施那些 都是很豪華的 我想問 你哪有這麼多錢 去維持這樣的資金 是不是 你現在的最後答案就是 那些投資者 那些投資者 他撐起股價 股價不薄 所以為什麼 Eon Musk 大家不喜歡 那些人投共一回事 Eon Musk 但是Eon Musk 有一件事 因為他是做PayPal出生的 他是那一代的IT人 OK 那一代的人 他是知道這些東西是怎樣 但是他PayPal出來 PayPal PayPal也曾經經歷過 沒有客戶的日子 大家質疑了現金流 那些日子 他都經歷過 所以 由Eon Musk Eon Musk的質疑 某程度上 他是證明了 為什麼 Twitter也好 Facebook也好 YouTube也好 明知有這麼多假用戶 那些假用戶 造成會有很多問題 他都有這些假用戶存在 是這樣的 其實假用戶的假用戶 是這樣的 就是 保安 為什麼有這麼多問題 譬如 之前試過 Facebook整個群組的DNS 整個群組的那些 伺服器 突然會網上消失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 一來假用戶 另一方面 就是太多人有SSR SSR 那些SSR 有太多人 實際上 這樣很容易 你整個系統炒粉 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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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般做網絡保安來說 這些 你不會這樣搞 但是 現在 就是這樣搞 所以 下一步 你現在這樣爆 當然Twitter死都不認 因為他跟Eon Musk的 官司的問題 但是 如果你問我 我怎麼看 就是 可能美國證監會 和司法部 不只要查Twitter 是要查Facebook和Google兩家公司 Google好一點 Google如果你想知道 它有一部分業務 它真的要收錢 類似AM 例如Google Cloud Google Google Workspace 這些 因為它有很多 實行實踐收錢的業務 你收了錢 就收了錢 那是 大家 沒有問題 大家 Gmail 大家應該會問 但是Gmail 一向都打得多 但問題就是 Gmail以外 YouTube有多少假嘴口 這個問題就很受關注 因為YouTube 如果有太多假嘴口 是對廣告商 是很不公平的 我是廣告商 我為什麼要放空氣 你想想 你現在的廣告商和放空氣 沒有分別 或者 譬如 你有些假廣告商 假廣告商就傷害我們Gradar 如果 假廣告商 那些 什麼上海 什麼上海 意賽樂 什麼 什麼 鄭州 意賽樂 什麼 什麼 武漢 巨峰無限 這些 我直接讀出來 我就要吵架你們 因為這些公司 我實說 那些廣告 對我們的觀眾 不受歡迎 但是你監促要我 你們是詐騙廣告 是假網站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這些假網站 但是AWS 我定期清 我每天都舉報 我每天都坐下 7部伺服器 我就是變成 我就是變成 激聚王 是網絡的激聚王 是專門搜尋 這麼多的伺服器 就是要求AWS 閉嘴這些伺服器 我是做得出的 不斷路 那問題就是 你的公司的問題 然後你的中國員工 那些操作 那些太多問題在上面 所以你現在 你Google Trader的假戶口 的問題 為什麼會捲入證監會 因為你這個 你有可能最終 會變成 一個證券欺詐 你還用假戶口 你沒有清理過 結果就是為什麼 我沒有辦法 在一個 User數字 就是我因為 User數字敬而投資 但原來大部分 User是 inactive 我的投資 或者我的廣告 所以很嚴重 所以這個是最終會觸發 針對Facebook 和Google 又是YouTube的調查 究竟有多少的User是真的 有多少User是有的 究竟有沒有做 因為 現在很好實說 Facebook 一定是不負責任的 Facebook在假用戶 這方面完全沒有進去 最典型的意思就是 那些 在Facebook很多香港的Page 你會出現 有一個台灣來的人 接著就說 在念書上 我最佩服你 和什麼股海一哥 股海洪心 whatever那些 接著是那些 叫人買假股票的Page 那些人好像在我這裡出現 因為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我這裡出現 我不單止舉報的戶口 而是Page本身 Blog和他舉報的 我是連同他商園那些 幾十個戶口 一抽過全部舉報的 我是這樣的 我不是舉報一個人 你通常要舉報這些人 他有一個後面的網仔 那個網仔 你大概要同時舉報 五十到一百個人 你才能夠阻止這些人 在你那裡搞事 所以我那裡很少人 這樣搞事 什麼股海一哥 股海洪心 都沒有的 很少 因為你上來王世宅 就被王世宅Bang 王世宅就不是 Bang 王世宅是Bang 一抽人都Bang 其實這些事情 但我很多時候 我舉報了之後 Facebook就說 這些不是假用戶 這些是我們的體驗全 我認為是真用戶 你被人困了 你也說真用戶 你這樣也可以 你可以想到這個問題 有多嚴重 所以這個假用戶 這個問題 是要處理的 你Facebook是處理得不好 你Twitter做得不好 不用說 Facebook是直行 那些明目張膽 假用戶 你都在包庇的時候 你可以可想而知 或者有一些專頁 一些熱狗的專頁 熱狗的專頁有一個特色 第一 很多澳門人 很奇怪 很多澳門人 這也是導致我對澳門 採取封鎖政策的原因 好了 澳門特別多黑社會 我懷疑 第二 他們很多用戶是假的 生出來 那些很不合理的 譬如你住在台灣 突然很關注香港問題 那些 那些戶口 甚至有些根本是大陸人 中國 你熱狗的專頁 你見到的 你熱狗的頻道 都是的 YouTube 你可能幾十萬訂閱 但看的人只有 一兩百 一兩千 那什麼事 當然那些 那些網絡的用戶 我怎樣 網絡都幫不及 但你知道嗎? 我每天很辛苦 因為如果你要維持廣告的值錢 你一定要把這些人清理 但你看到一件事 YouTube這件事很差 訂閱者 你只是在網絡 你不是真的把他的訂閱 為什麼你不可以把訂閱 因為你一把訂閱 其實很多人的真與假 就會馬上呈現出來 例如我訂閱 我真的查了很多 的訂閱 我可能我五萬個訂閱 可能我就是五萬個觀眾 我齊了 如果我準確派 百分百個 很棒的 但是為什麼 大家很多時候收不到訂閱 那些 那些 用戶不給我 那些訂閱者 那些網絡 阻礙著那些人收訂閱 他不讓我去清理 根本的問題是怎樣 這些問題 無日無知 我告訴你 每天都有 所以如果你這樣 對廣告客戶不公平 對創作者不公平 對證券投資者 這個是欺詐 如果是這樣 以後遲早 我覺得你現在 既然有 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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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意挺身而出 指出的問題 因為他是前 Twitter高層 他就是管安全 我覺得其實 是美國政府應該 展開前面調查 還有 當中有沒有涉及 外國政府 就是 YouTube 在Google Facebook 這公司 勾結 獨裁國家政府 危害美國的利益 我輸了一年 YouTube 這個台 這個機構 以及 Facebook 有一批員工 是明顯勾結 俄司或者 中國 危害美國 以至其他 民主國家的利益 這些 有關的員工 是應該被 解僱 甚至 有一部分高層 是應該以 國家安全法律 拘捕的 第二與第二步 所以這個問題 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一開始 而Twitter 對以前的 這個保安駐公司的公司 也不公平 說什麼 表現性 那些 算把 做黑客 誰說表現性 講句 90年代 已經經常講 國會聽證會 講Cyber Security 它是出名的 很明顯 就是你裡面 有人欺詐 Twitter裡面 所以我現在 我很慶幸 我當時 用一個高的價錢 賣了Twitter的股票 我賣了 這個原因 賣了 我很好事 賣了 賣了 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Twitter這個公司 這樣搞 因為Twitter相對反共 我覺得之前 Twitter反共 抓了這麼多中國人 是這位 安全主管做的 你想想 去年 還會抓人 今年有沒有嚴重 認真抓人 沒有 去年就經常抓人 經常大規模 刷除戶口 在Twitter那裡 我覺得 其實 如果我真是Facebook 我真是刷戶口 真是刷戶口 真是刷戶口 很多 老實講 有些人 有些熱狗 好像很威威威勢 甚至以前 蘋果日報有些 都在那裡 幫他 投資抹粉 吹捧他 你真是看回他的用戶 有很多來自巴基安坦 Instagram 都這樣玩 有些人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 整堆巴基安坦 Instagram 那些頻道 應該刷戶口 因為他一定是氣窄 涉及氣窄 而且還有內容 發問的問題 我還沒跟你計 就好像老尖同學會 那個人 老尖同學會 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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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搭雞盤 就搭雞盤 他去抄襲中國的內容 然後去搞偽訊 What the fuck 現在我覺得是要認真處理的 或者譬如 不要搞偽訊 搞SEO 你看看劉正 為什麼經常寫文 經常長牙牙 經常要把細刺 偽訊 這些字和我貼 很簡單 他這樣做SEO 所以為什麼我說 如果在Facebook 不肯撐他的項目 我是一定會告他的 我一定會告陳述的 你猜我不知道什麼 你要問 為什麼不要分享 那些熱狗的項目 當然 熱狗是只要打擊 就是這樣 因為這些人 有目的 是manipulate 網絡訊 你甚至跟我做 自己的 我告訴你 我留意 我一定會跟他 copywriter 繼續捉 你這個人 你自己幫中共做的 有多少混蛋 其實就是這樣 這些人 整個街頭 真是賤人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怎麼看 Twitter 這個解用 其實最後可能是導致 IT公司 如果你說大規模 對於IT公司 有股價受到衝擊 我覺得也會 甚至會影響 IT公司的廣告 也會 甚至你問我 如果不是 YouTube的科技麻煩 除了科技廣告 我會直接廣告 直接廣告 你預算有多少觀眾 其實也硬件 這裡的觀眾數目很穩定 可能是這樣做的 沒事的 因為你這幫 你Google Twitter 搞爛了牆 真的搞爛了牆 現在 你中國員工 而且也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 我現在就希望 看看這件事怎麼收課 好了 這一節就說到這裡 下一節香港時間 早上八點多 八九點左右 這幾天也是這樣